根据不同的焊接工件选择相对应的焊丝材质 4043选择铝硅 5356选择铝美 焊接铝板可选择焊丝直径1.0或者1.2 建议客户选择1.2的焊丝直径 焊接铜、不锈钢、碳钢 焊丝直径可选择0.8、1.0 手工焊接一般习惯性选择单脉冲 配自动焊选择双脉冲 当两个灯都不亮时 则进入普通气宝焊焊接模式 不管选择普通气宝焊还是单脉冲或者双脉冲 建议客户启用预言化焊接模式 方便客户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佳的焊接参数 手工焊接一般选择2T操作模式 4T则为收服的意思 按远控按键 前器出场设置为0.2秒钟 起始50 上升0.2 下降0.2 收服50 延期设置1秒钟 调整 P-1出场设置为0 P-2 0 P-3 2.5 P-4 0 P-5 0 P-6 0 P-7 0 P-8 0 焊接电压可以调节电幅的长短 电流板材越厚 电流就要调得越大 长按电流按键三秒钟 即可把所有的设置恢复到出场设置 讲解完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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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えて练乱 设置 吃 解压